因為你看你在家很多次坐在沙發上休息 可是你肚子越大、屁股越大 然後你的代謝越來越差 與其都是坐著你會站在這裡 就很輕鬆一樣站著可以看電視 然後你站著可以動一動 可以讓你的身體更健康 然後讓你更幸福 因為健康才是幸福的人生啊 那這個就是強迫你做被動式的動作 我說這發熱之下這樣做得很好 哈哈哈哈 對 因為你的心血管也要運動啊 因為人要活就要動 對 所以現在大家又生活模式的關係 再加上疫情後 你可能坐的時間很久 可是你坐越久 你的身體傷害越大 所以久坐傷身、久坐致癌 是一個確定的醫學報告 那以前坐在這邊 你不如站起來動一下 所以這個為什麼現在很多人 會流行在家裡做腿子的活動 因為你一般運動的時候 你肚子有什麼耐氣 好沒有那個池子以後 然後你太累你會覺得很動 回家茶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輕鬆的方式 就是等下站上去就可以運動了 那你的效果好就是跟著它動 如果你想要輕鬆動 你就像這樣就好 就是看你想要的是哪一種 它都可以 反正它就是一個輔助的器材 對不對 就很方便 那你都沒去缺管 而且它該幫助你把血液出動的大腦 我看你的大腦會缺血缺氧 因為大腦缺血缺氧 像人的話呢 腦部退化率就會好 腦缺血缺氧 腦缺血缺氧 對 腦缺血缺氧 對 腦缺血缺氧 對 腦缺血缺氧 好而且你的肩膀一直在動 它可以舒緩你的肩酸 跟腰酸背口 也可以 重點是可以幫你脊椎運動 可以幫你的身體 這個組織綠豆 對 你比照 整個 腦缺血缺氧 速度可以嗎 沒有 現在就不行 你要快一點 快一點 我可以 就要有幾個概率 我會用一個 它滿厲害的氣功循環 氣功循環的話 就像你那種 甩甩甩一樣 區域公園 抖抖抖抖 甩甩甩一樣 因為它就是會有一個 垂直的綠豆 它很穩定 所以你會發現 你站上去 我們的肩膀 會跟著一起綠豆 對 然後這個速度 會從0度到第10處 然後中間會停8秒鐘 然後再重新啟動 就是像沒有運動的 就知道它在說 間接式運動 所以我們有氣功循環 是滿厲害的 太強高速度 對 對 但是它就是到第10段 它就停了 然後會停8秒 你不要下來 它就是身體讓你重新 休息一下 然後再重新啟動 重新燃燒 效果就會很好 所以它有一個 滿厲害的律動 叫做氣功循環 所以它很顯然 就是你只負責站上去就好 那我們的機器 你會覺得太強很舒服 因為我們家是有 獨家的避震器 就是因為市面上 這個現在的品牌太多了 那很多事情 你會覺得 因為你像穿鋪鞋還好 你如果脫鞋子就知道了 它會是打你的腳底板 對 因為它沒有避震器 就像他們跑步一樣 為什麼跑步 大家都要穿 手 跑步的鞋子 對 會讓你的腳底比較不會受傷 而且保護你的膝蓋 跟你每個關節很重要 對 因為運動就怕受傷 對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垂直運動 對 對 那你不要下來喔 它只是平八秒 然後休息一下下 然後你再重新啟動 那如果你想要效果好 它就是只要做一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肚子收緊 屁股夾緊 對 那你兩隻手的話 你可以往上伸展 像我們就可以達到長全身了 而且這樣就可以受肚子 因為你手往上伸的肚子就會緊急 就是要做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刺激腸胃乳動 就可以瘦身了 所以就很簡單 對 就是這樣 如果你這樣 就這樣 就有類似可以取代它 所以在家裡 正常應該是要脫鞋嗎 還是要穿這脫鞋 如果你在家你肯定會穿鞋子啊 這個脫 我們的產品是你脫鞋跟穿鞋都沒關係 只是如果你在上面 像我們有困難會在上面 當作接替有氧的概念 我們會建議他穿鞋子 對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人已經練到進階版了 那你如果是這種出勤 就是站著 那你穿鞋不穿鞋 穿鞋都沒關係 對 然後你站一站 你會覺得大腦也比較清醒 而且運動後晚上也比較好睡覺 對 因為像很多人就是缺乏動嘛 所以你的身體沒有 沒有辦法自己去衡承一些荷爾蒙 所以簡單的說 像我們就是治療生食條 那你可以藉由運動的方式 讓你的身體的精神去活化它 那你的身體都有在動 雖然你白天有高 你晚上就會好睡覺 可是你白天越不動 你後來發現晚上越睡不好 所以為什麼有很多人 白天運動完 晚上很煩會更好睡就在這裡 然後他只是停著不要動 對 他會繼續 然後你在家每次堅持 15分到半小時 所以你可以看電視順便運動 那你還進階就可以 也可以拉彈力帶 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補助器嘛 你可以加上彈力帶 就可以讓你增加你的肌耐力 就是增加你的肌肉的阻力 那你有阻力的話呢 對你的肌耐力的訓練就會更好 因為像很多人就是肌無力 肌少症 所以運動的都不是只是為了現在啦 所以只要就是為了 將來10年後20年後 因為像有太多人就是需要長照 然後肌無力肌少症真的太多 因為40歲以後肌肉就會一直流失 那你等到他都流失了 你要再來訓練他喔 那個是一條歸歸路 根本不會 真的很難啊 除非你這個很有毅力的那種 對有運動完就知道喔 肌肉流失以後很快 長回來很慢 對那你自己在家平常 就是可以用他來幫助你 就很輕鬆 對 所以可以看電視也許去懂 所以這個是屬於家庭式的 對 所以我說你吃飽飯 你可能也是坐在沙發上休息啊 以及坐在沙發上 你植越大屁股越大腹 坐在這個 站在這個上面運動一下 那你吃飽飯就用慢了 就像很多人吃飽飯後要散步 他可以刺激腸胃的蠕動 那我們現在可以預防大腸癌 幫助你的排便 讓你的身體代謝比較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慢速就好 你就不一定用到這麼的快速 對 那你想要有樂趣 你可以加上我們的音響 加上我們的音響 音響很多都是讓他比較有樂趣 確定 哈哈哈哈 好 你累了嗎 我累了 正到暈了 他不會暈 但是會累是真的 因為你有在出力 所以很多人說他這樣就有運動嗎 我說實際上是他一直在幫你運動 對 所以你的肌肉是一直保持在偷縮放鬆 收縮放鬆 只是因為他速度很快你感受不到 可是速度慢就很明顯 你摸你的肚子都是在收縮放鬆 對 所以只要肌肉在收縮放鬆 血液全完就會好 淋巴就會工作 那你血液全完好身體就會健康 淋巴工作就有抵抗力 可能因為淋巴是要抗體 然後呢 你的淋巴一工作好你就不會水腫 不會飛胖 因為他代謝水分跟脂肪 對 所以身體就是一定要動 對 所以這個是很方便 那你自己更輕鬆就是 坐在板子上 又更輕鬆 就是看你可以自己 自己要什麼玩他都可以 不過他就是一個輔助的運動器材 你可以倒立在上面 對 像我看了 已經在上面他可以練到階梯有氧 對 他們年輕有 就是對膝蓋也很好 對 可以預防很多人長輩的一些退化性 因為我們家比較矮 比較寬 所以我們就是可以做很多的運動 不是像一般的階梯 其實就是高又窄 你就不能這樣做階梯有氧 很危險的 可是我們家就是可以這樣做 對 就是這樣比較寬 比較窄 對 那上面那個燈可以關掉嗎 喔 他的燈一定要開 為什麼 因為他在綠洞說 你根本